好 继续来看到先议员简志龙提出多项的建议 并且表示今年度他所提出的议员小型工程款建议案执行率非常的低 另外针对马远国小校车通行的问题 也请县政府能够协助校方 让孩童们能够安全上学平安回家 你们可以因为你们的一些种种艺术的考量 我能够理解 我也能够去接受 但是你们也可以不执行我的建议案 但是你们不能否认地方的问题存在性 他还在 这攸关老百姓的族人 今年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现在简志龙则是向县府民政署长明良甄提出质询 为何他的小型工程款建议案执行率是零 他可以说是百思不解 如果不想做 不想执行 也请县府长说明一下原因 好跟相亲说明 另外针对马远国小校车接送学生的问题 虽然爱与法令不能补助经费来办理 也请教育处能够提出办法来解决地方的声音 所有主政者他在做出任何政策跟决定 会接受到后边的承担都是平民老百姓 不论是对外对内的政策也是一样 那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议员 那在第二个议题里边我从鸡蛋也好 从预算也好 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的问题 当然不是说县政府不这么积极 而是说我们先把整个大环境的一些状况 厘清之后我们一定所有任何资讯资源 都还是会有一些的盲点在 当然说在县政府行政单位 必须要家族把金要把关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第三个呢那也针对县议算这样的部分 我不是说别的乡政拿得比较多很好 我也很开心也祝福他们 相信的问题都能够因为这样的方式来去解决 那所以从这边过程里边 县议员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发现到问题我必须要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我必须要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跟媒介 包含县政府就必须要来大力的协助 所以在这次我就用马远国小交通补助 这件事情来当做是最后的ending 原因如同刚刚我前面所说到的 距离交通的一些的学校距离部落跟住家 其实都有一段的距离 那可是按照中央的规定 它是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规定的 那可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这样放着吗 那一放就放了30多年以上 所以说在这边有没有 我当然必须要仰赖县政府 在这次的能够益助跟帮忙 县议员的简直农表示 他所提出的建议案 都是相信提出来的地方需求 他只是本则县议员的角色 来为地方发声争取进行负来造福地方 也请县府能够体恤乡村的需求 共同来为地方建设来努力 记得就欢迎华主席 好了 好